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非常穷 而且他们身边没有家人 没有儿女 也没有孙子孙女 他们每天就只是孤单地坐在门廊上 有一天老奶奶转过头 对老爷爷说 听着老爷爷 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趣了 我有个主意 你觉得咱们给自己找个宠物怎么样啊 但是宠物总得有人喂呀 老爷爷说 他还生起气来 但是老奶奶却像小孩子一样哭闹起来 我想要宠物猫 我想要宠物狗 当老奶奶想要一只小乌龟时 老爷爷真的担心了 他开始仔细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 这时老爷爷想出一个主意 这可真是超棒的主意 老爷爷钻进了骨仓里 把各个角落都打扫了一下 而且还找到了一大堆稻草 老爷爷用这些稻草做了一只小牛犊 为了让小牛犊坚实一些 还在他身上淋了沥青 老奶奶高兴极了 他的愿望成真了呀 他把稻草小牛犊放到了草地上 让他在那里吃草 稻草小牛犊站在草地上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还有许多小鸟 围着他喳喳叫个不停啊 突然间走过来一头熊 他看到了小牛犊就说 早上好 你好吗 小牦牛没有出声 因为他是稻草做的 熊吃了一惊 就又说了一遍 早上好 但是小牛犊一声也没有坑 熊生气极了 他怒吼道 你怎么可以对我 这么不礼貌呢 如果你是一头举止维亚的小牛犊 你就会也对我说 早上好的 但是小牛犊还是一声也没坑 我要给你点教训瞧瞧 熊怒吼着 一巴掌扇在了 小牛犊一侧身上涂的沥青上 你们也猜到了 熊的爪子被沥青粘住了 熊想要挣脱自己的爪子 但是小牛犊却不让他离开 嘿 放开我 熊怒吼道 否则的话 熊用他的另一只爪子 扇在了小牛犊另一侧的身上 现在他的两只爪子都被黏住了 熊开始觉得害怕了 他用尽全力尖叫着 哦 亲爱的小牛犊 求你让我走吧 我求求你了 小牛犊 求求你了 老爷爷听到熊的尖叫声之后 立刻跑到了这片草地上说 嘿 你这头熊 你居然敢碰我的小牛犊 我要把你抓起来 我要把你给扔进 啊 扔进带刺的醋粒树丛里去 求你了 老爷爷 熊哀求着说 你要什么就跟我说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就是求你不要把我扔进 有刺的醋粒树丛里去 还求你把这只小牛犊拿下来吧 好吧 好吧 老爷爷说 但是你绝对不能再打架了 重新得到自由的熊 给老爷爷带来了一份很大的礼物 好多好多蜂蜜 这对老夫妇这辈子 从没有过这么多的蜂蜜 小牛犊在草地上 吃草的这段时间里 狼被它粘住了 老爷爷救下了狼 狼给老爷爷送来了一群羊 第二天 狐狸也被小牛犊粘住了 于是老夫妇得到了几只鹅和几只鸡 就连兔子也掉进了这个陷阱 老爷爷放走了兔子 兔子给老夫妇送来了一整袋 鲜嫩多汁的胡萝卜 老爷爷和老奶奶坐在门廊上 吃着胡萝卜 他们的小牛犊简直让他们高兴极了 小牛犊并不是真的 然而它证明了自己非常有用 老爷爷和老奶奶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童话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每一件小东西 只要你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 都会对你很有用处的 你怎么把所有地方都给占了 现在小家伙都没有地方做了 你觉得就因为你个头大 你就可以欺负他了吗 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巨人 和微星小男孩的通话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家人总共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是个魁梧的小伙子 二儿子像水桶一样胖 而最小的儿子却很小 非常特别小 两个哥哥对他们的小弟弟都很不客气 他们常取笑他 管他叫拇指汤姆 拿他开玩笑 他们说 啦啦啦 啦啦嘞 你还没有跳扫大 一天两个哥哥出门去森林里收集柴鹤 却没带他们最小的弟弟一起去 不过拇指汤姆非常聪明 他跟着哥哥们同时沿路丢下鹅卵石 这样他就不会迷路了 两个哥哥收集好了柴鹤 但是他们却迷了路 回不了家了 他们开始像小姑娘一样哭了起来 这时拇指汤姆突然出现 对他们说 别再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了 跟我走吧 然后他领着哥哥们走出了树林 后来他们的柴鹤用完了 又要到树林里面去了 拇指汤姆就跟在他们身后 他还随身带了一块面包 他一路走一路扔下了面包屑 但是小鸟把他们全吃掉了 可怜的拇指汤姆 现在他也找不到可以回家的路了 他找到两个哥哥 他们正在一片草地上吃午餐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在灌木丛里沙沙作响 两个哥哥都被吓坏了 他们连忙爬到了树上 但是拇指汤姆却在哈哈大笑 你们两个真是单小鬼 只是一只普通的猫而已 那只猫从灌木丛里跑出来 像人一样开口说话了 我是一只非常了不起的猫 我是穿靴子的猫 那只猫太傻了 他的帽子上居然还有一根羽毛呢 现在两个哥哥心情好极了 从树上爬了下来 让猫告诉他们回家的路 可猫却说他没有时间 因为他和一个食人巨魔还有重要的交易要谈 他得先处理完这项交易 然后才能告诉他们回家的路 两个哥哥又都开始大哭了起来 穿靴子的猫觉得很抱歉 他说跟我一起到城堡里去吧 然后在那里过夜吧 于是他们一起前去拜访这位食人巨魔 门是开着的 他们便走进了这个巨大的大厅 然后看到一个可怕又脏兮兮的食人巨魔坐在桌边 食人巨魔看到三兄弟和那只猫的时候 他大声地说 太好了 美味的四道晚餐居然亲自送上门来了 说完他还舔了舔嘴唇 穆托汤姆是个非常聪明的男孩 他马上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吃人的怪兽所住的城堡 好可怕 那只猫狡黠地向他眨了眨眼 然后对巨魔说 食人巨魔先生 你可不是那么好客 是不是 我听说食人巨魔都会变身来吓唬他们的宾客 或是让宾客大吃一惊 不过我猜你不知道怎么变身吧 巨魔大声地笑了起来 然后 他就把自己变成一头巨大的狮子 两个哥哥害怕极了 跑到桌子下面藏了起来 不过穿靴子的猫 连胡子都没有抖一抖 他对巨魔狮子说 这并不算难 谁都可以变成一头狮子 可是你能变成小小的灰眼色 会吱吱叫的东西吗 巨魔狮子愣了一下 然后 砰 一只灰色的小老鼠 吱吱叫着从桌子跑了过去 猫马上就扑到了老鼠的身上 然后他脱掉了他的靴子 扔掉了帽子 还把盘子弄得满桌子都是 但是吃人的老鼠却跑掉了 钻进了一个罐子里 拇指他母很清楚应该做什么 他很快地用筛子把罐子塞住了 这样 食人巨魔就被关在了里面 每个人都欢呼了起来 猫穿上了他的靴子 戴好了帽子 开始负责这里的一切 他让两个哥哥上床去睡觉 要是让他们一整夜都待在桌子下面 那可太傻了 猫把拇指汤姆带到了阳台上 给他指出了回家的路 然后也让他去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 两个哥哥由拇指汤姆带着 往家中走去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再敢欺负 拇指汤姆了 你们也一定要记住 不管你的个头有多大 都不能对小家伙不友好 只要够聪明够勇敢 每一个拇指汤姆都有能力 可以最终战胜 最可恶 最吓人的巨魔 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 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 1234567 灯花灯花在哪里 按下这个麦克风 马沙与熊就放松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来试试 啊